23号日经亚洲报导为了因应美中冲突升温 日本企业正在打造零中国供应链 却可能面临庞大的代价 不与中国完全脱钩 是为了不愿得罪占其三成销量的中国市场 日本汽车巨头本田 光是去年就有四成的车辆在中国生产 不过早在今年夏天 本田就悄悄展开了供应链重组计划 思考如何在生产机车和汽车时 尽量不使用中国制造的零组件 并且探索东南亚等产地的可能性 然有数据指出 如果中国对日本进口的八成零部件中断两个月 金额相当于1.4兆日元 却将导致日本企业生产停摆 损失的产品价值高达53兆日元 相当于日本一成的GDP就此蒸发 而如果转向日本生产 或由其他国家取得 每年成本将会激增13.7兆日元 也显示日气脱中的代价之大 无独有 中东石油强权上欧地亚拉伯 也正在寻求稳定供应链 沙国王出穆罕默德沙尔曼9月底 接任总理时才喊出知识生产要达到一半的自给自足 23号又宣布全球供应链韧性计划中 将会提拨相当于878亿台币的资金 鼓励全球业者在沙国投资 利平沙国成为区域供应链的枢纽 也凸显在地缘政治和乌俄战争等风险加成之下 各国开始视稳定供应链为当务之急 缓线温度产品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